各位同学大家好 因为我们在用Squatch JR的时候 就是在播放的时候 它这边都会有 全屏幕播放之后 这边会有这些按键 所以小朋友会去误触 那我们教大家怎么处理 首先回到 来帮我们处理到 勇家帮我们到设定 设定的辅助使用 因为它现在已经没有Home键了 到辅助使用里头有一个引导 辅助使用这里有一个引导模式 引导模式密码把它打开 辅助使用这边把它打开 这样就OK了 好 那我们回到刚才的Squatch JR 好 那打开之后呢 因为我们是全屏幕 好 那 现在没有Home键了 Home键原来是在这里吗 在这里 已经没有Home键 所以到顶端上方有一个按键 到顶端上方 一样连按三下 好 它说现在已经有启用模式了 对不对 有按到吗 有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启用这里 好 再一次哦 好 那这里我们让勇家输入它的密码 好 我们先移开了 好 那输入密码之后 它就会问你说你哪一边 我们这边是希望它不要圈到的 还有这边希望它不要圈到 这样就完成了 好 然后完成之后按继续 好 这边你看哦 我们在启用这个的时候 这里只能按到这里 如果小朋友要问 物案这边 是没有机会的 好 因为这边已经被锁死了 好 那如果它 你要到别的地方 这边对你造成干扰的话 一样再按三下 这里顶端再按三下 好 它就会说 呃 你是不是要再按三下 去退出这个模式 好 那一样我们让勇家输入一下 它的密码 好 我们回到这边 你这里就可以按插 就可以把它取消掉 好 那这样子 本来那个 就是手部功能比较不好的孩子 你希望它不要 误按到某些区域 你就可以用这样去做一些 嗯 方便你自己工作上的处理 好 我们谢谢勇家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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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一点 嗯 общем finalement 土